命理界啊 唯一一次啊 很清楚的用命理的命盘 然后来去跟古代道家的这种养生工法 实际做结合 我们会先清楚的知道说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体质 然后我需要什么样的东西 来帮助我自己 是不是真的等到什么癌症了 我们才去做化学治疗 不是 你每天吃的饮食正确 营养补充正确 吃好的油 你是不是每天就在做化疗了 弯腰驼背圆肩乌龟脖的时候 我知道抬头顶胸做一些 身体的体态矫正肌肉的训练 我是不是就在做物理治疗了 而不是等到生病再去做 从我开YouTube以来 一直都有粉丝问我说 我什么时候开始在讲饥饿功 讲人身体的疾病 为什么多年以来呢 我都不太特别去谈这一段 原因就是因为啊 毕竟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进步的社会了 所以我们会觉得说 绝大多数的问题应该去问医生 实际上我们对身体的了解 以及对饥饿功的掌握 它有一整套非常严谨的完整的系统 所以单纯的把一个饥饿功拿出来讲 然后说你会有怎么样的疾病或血光 往往会让大家可能就会有片面的判断 或是因为资讯不是完整的结构 然后会想误判 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好专业的医生了 应该要问医生 我们不希望在命理学上面 去很简单的这样子谈 然后影响到你可能去看医生的时候 医生也许会给你更完整的讯息 这是长久以来为什么我不会很公开的去谈疾压功的原因 但是因为大家一直都这样子期待 所以我们还是觉得说 那我们可以来谈一下传统中医 或者是斗树的角度来讲 实际上一个人他一出生出来 他势必就会有一些天生的相对弱的地方 斗树面有一张盘计量对弓 这张盘的人天生他的脊椎就会差一点 每一个人出生下来就好像是 每一个人会有不同的长相 有人天生大眼 有人天生单眼皮 有人天生嘴唇厚 同样的也会有人天生他的脊椎比较硬 有人天生四肢比较容易无力 有人天生他的心脏比较弱 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可以从命盘上面看得出来 我们会就各张命盘各种情况 这个人天生他哪边是相对弱的 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去弥补他 或者去调整他 或者去增强他 比如说以我自己来讲 我就是一个看命盘就知道我会有痛风的人 聚门心做命 跟做饥饿宫天童心也是 这个高几率的会容易会有痛风跟糖尿病 那是不是有什么方法可以透过一些方式来 简单的来调整我们自己的五脏六腑 调整我们自己的生活 然后来解决这些问题 那大家都知道说三一命相这五术呢 它是联动 而且它是有连贯有关系的 那一般来讲三直的 有的人会说它是风水 但其实我的认知 他谈的应该是一个人对自己的修行 有时候古人他对自己生活跟生命的提升 他希望生活跟生命的提升的过程中间 他就需要去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那需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才能够调整自己的身体状况 所以我常说中医其实是一种预防医学 他是先知道你的身体的情况未来会发生什么 然后希望可以不要发生 或者希望可以延后发生 真正你生病了 他在跟你扎针在跟你药匙 那对于中医的系统来讲 都已经是后段的事情了 所以中医它是个预防医学 那在这个预防医学的观念之下 连带的就会延伸出一个就是命理学 面相学 面相学起源本来就是医学上面 他在问问问切的时候 他会从你的脸看到你的身体状况是怎么样 这是面相学的起源 那命理学呢实际上是把中医对于人的身体状况的了解 加上对于外界环境 时空环境的了解 组合在一起而去推算出你的命运的 那在这个整个系统里面呢 慢慢的从医学也就研发出来一些 可以透过外力调整自己身体状况的方式 传统上面有人会说他的气功发展到后面 那个身体练得比较好的人啊 打架也就比较容易打得赢啊 他就会变成内加圈 他是不断不断的 因为我身体健康了 然后我知道怎么去运用我的身体的能力 然后把能力发挥的好 我比一般人可以更好利用我的身体状况 那当然我就可以把他 最后慢慢演变成无数的其中一种 这次啊邀请了我的以前的泰拳老师 就是因为啊 他是一个啊 在道家的养生工法 就以前叫气功啦 我们现在叫养生工啦 因为那个气功有时候 他没有办法那么全面的包含了 这中间的学理概念 重点就是在于说啊 他是我认识的内加圈老师里面啊 少数能够让我真正感觉到 传说中那种所谓的内加圈 所谓的道家的这种养生工法 能够把它在学理上面 跟科学上面解释得很清楚的 他很清楚让你知道说 为什么这些练内加圈的人 或者说这些在练气功的人 他会去要求说你的丹田要怎么样 你的经络器要怎么跑 这种传说中武侠小说的事情呢 在我跟他上课的时候 他很清楚的解释给我听说 原来这是跟经络有什么关系 这会造成你的身体的经脉的情况 怎么样现实的你可以感受得到 而不是很玄幻的告诉你 哇这个就是打通任督而迈啊 大小周天 不会是这么虚幻的东西 而是你可以亲身感受到的 所以那时候跟他学的很快乐 这一次呢我们一直在想 饥饿宫这个主题的时候呢 我觉得我应该要邀请他出山 我们在讨论每一张命盘的人 他的身体的状况同时 顺便呢我邀请他 教我们一些 传统医疗上面一些经脉 以及一些养生的观念 然后呢 告诉我们用一些什么样的方法 我们平常花一点点时间 五分钟十分钟 就可以让自己啊 身体会变得比较好 这个应该会是命理界啊 唯一一次啊很清楚的 用命理的命盘 然后来去跟古代道家的 这种养生工法实际做结合 我们会先清楚的知道说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体质 然后我需要什么样的东西 来帮助我自己 那我们现在就来介绍一下 我的老师李章志老师 我是大庚老师的太晋轩老师李章志 那我们刚刚提到的讲 极肉功这种东西 我想大家面对极肉功 最重要就是想要达到健康 那我们知道健康 其实讲很简单一点 不是只有身体 它是包含身心灵 整个整体 这个部分叫做养生 生命的身 而不是身体 身体是只有我们肉体的部分 我们希望提到的是 包含了心灵部分 那因为我们的情绪 其实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 我想现在大家也都 逐渐的了解 尤其像什么精神疾病 忧郁症或是等等 就造成什么自立神经失调 这些问题 面对我们身体的一些问题 我们如何养生 不会因为听到说 我命中该痛风 我命中该怎么样 我就让它产生了 而不作为 这就是很消极 而是知道了问题之后 我们如何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是不是真的等到什么癌症了 我们才去做化学治疗 不是 你每天吃的饮食正确 营养补充正确 吃好的油 你是不是每天就在做化疗了 因为食物进来 在身体就起一个很好的化学变化 我今天 每天都做很好的知识 我今天知道 万一不小心 弯腰驼背 圆肩乌龟脖的时候 我知道抬头顶胸做一些 身体的体态矫正肌肉训练 我是不是就在做物理治疗了 所以呢 物理治疗化学治疗 这种自然的方式在进行 就很自然的进行 而不是等到生病再去做 所以我们建立了这个概念之后 从物理方式 从化学方式去接入我们生活 就可以达到一个健康 我们再把它统合简单一点来讲 甚至我们在透过物理治疗的时候 身体矫正之后我们练功 透过动作的频率 呼吸的频率 那些频率共振达到和谐 把人体生命的治疗能力提升 这个就是养生功 动作意念呼吸的三条合一 这个三种调整能够和谐一致 你的整个精气神就可以提升起来 之后希望透过养生功法 还有刚刚提到的经络的一个概念 去达到身体的调整 心悸按内观穴 我们血糖过高 可能按一个降糖穴 或按个阳磁穴 那等等的方式 达到我们身体的改善 配合五行的概念 我这个人呢 天生筋骨弱 肝不好 我可以练个易筋筋 那我今天是血压高心脏不好的人 我可以练个简单的太极 柔和的太极八十 为什么 因为高血压的人 心脏不好的人 通常都是心比较急 那我们练习缓和来改善它 那我们今天可能肠胃不好 我可以练五行系中 去带动按摩我们肠胃脏腑 去做内脏按摩 就这样来做一个脏腑的改善 那我今天可以透过 左右开工室射雕等等 这些八段节的训练 增加呼吸量 调整脊椎 这个就是我们练八段节 那我想今天肾不好 那生殖功能如果泌尿系统不好 我们可以练十三次 转单体验提缸等等 来达到我们身体的一种 气密合在体内 强化我们的生殖系统 提升活力 我们就练十三次 可以透过五行的概念 来做一个我们身体的调养 原本的脏腑的弱点 我去强化它 针对它去做改善 去避免或是延缓这些症状的产生 让我们的人生 可以达到一个更和谐圆满的状态 我泰拳老师很帅 人家都有在运动 所以身材一直保持得很好 事实上 如果有在看我影片的 就有发现说 我最近有比较瘦一点 因为我最近开始 重新开始在跟他练功了 我一直都觉得说 命理学 是要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好 从命理学上看到问题 应该要有各种各种改善的方法 这个系列是我筹划很久 跟我想了很久 在影片刚开始我提到说 有病要去看医生 但是是不是可以在 还没有生病之前 我们就可以先做一些调整跟预防 那就好像 我们在帮人家算命一样 你已经预先知道了 你下个月要跟你老婆吵架 那是不是礼物就要先买好 希望这支影片大家会喜欢 我们接下来 就会有一系列更详细的 我会先解说这张命盘要注意什么事情 然后由我的泰拳老师来告诉大家说 这张命盘上面的人 有什么样的问题 那他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那应该要去做 哪一类的这些道家的养生功法 教大家调养自己的身体 好,谢谢大家